但是他這件事到這個地步比,現在是傳媒的,特別是一張報紙,還要管著它,有什麼理由那些標題,金賴咪、港大話、范閃叔,那些標題,看完就洗眼了,全部是有道向性的,我們如果教學生做新聞標題,這些標題一定是放下陷阱的, 我記得當時我教新聞編輯,提中一個標題,怎樣製作標題的時候,我們經常舉一些很出色的新聞標題,給同學插頭,現在沒有,他們現在見到什麼出色的新聞標題,那時候那個報紙版面受了,因為你排字是排原字,原字的,就是活毒的,適用的,原字的,原字,現在就用電腦做的,在一部Mac機上, 移形換形都可以,搬上,搬落,放大,縮小,想大張一點標題,大張一點,大條一點,或者不同顏色,這樣就成為第一部電腦,在一部Mac機上就做完了,你明白嗎? 講解說,不是一個質地,要排版的,要排版的,當你要排版的時候,你的標題,你就要受到那個難數的限制,去參考的難數限制, 你必須要是一個competence 有主詞、述詞和守詞 一個完整的句子 不用人們讀完這句 要讀完下面那句 那麼這個標題就失敗了 現在不用的 現在的標題分兩節 然後不同顏色 總之吸引人就可以了 他不說這些所謂 就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或者如果兩行 他打赤又要弄牌這麼多個字 可以有一行七個字在標題 另一行就六個字在標題 鴛鴦就不行的 我記得有兩條新聞標題都很震撼人心 一條是1949年南京的中央日報的頭髮 1949年 即是現在說六十年字 一九四九年南京淪陷入 即是共軍入城 南京是國民黨的首都 即是國民政府的首都 中華民國政府的首都 當南京都被共軍入城 因為國民政府就收共軍 其實已經早幾個月前 就已經去了台灣的禮經 有介紹他們走了 在南京淪陷的時候 那天 第二天的報紙一標題 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的機關報 打橫通拿標題兩項 打橫通拿 那時候是執字符 所以要排碗的 做好電碗 你明白嗎 大道而國 金陵雅街 所有看這張報紙的人 看到這條標題 都留下來 你現在說你現在沒有這個感受 如果你是六十年前南京的市民 你打開了中央日報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忘了 那條標題是 大道而國 金陵雅街 這個是出自余信的 埃江南富其中兩位 你說這篇編輯有多好學問 還有他有那種心思 那些人都看 金陵就是南京 以前叫做金陵 又叫做健康 金陵雅街 大道而國 共產黨是策略叛亂集團 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來說 大道而國 大道而國 金陵雅街 所有打開這張報紙的 南京的市民 同姓人 何等之下 現在這些密碼好嗎 這些都要看 都不懂自己的書 所以我也很淒涼的 我在立法會 我也要把自己降低標準 我在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針對香港電台的資訊文件 即是香港電台現在繼續成為一個政府的部門 又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政府說現在港台的人沒有前途未明 政府現在已經很清楚告訴香港電台的員工聽 你是政府部門 也是公共廣播機構 黃應時那份報告書就扔掉它 我就說 香港政府從頭到尾 都沒有想過要搞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 即是好像類似外國的PBS 同樣都沒有想過 香港電台繼續成為一個政府局 又擔當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的那個工量 又是繼續自相謀言 解決不到問題 我說這份資訊文件 局長我想用一句潮語 來形容這份資訊文件 不過你都不值得解 叫聲哩 聲哩為甚麼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 你不救我潮語 聲哩不好 所以簡稱聲哩 一旦就降哩 我就降哩 因為我這樣說話我就降哩 香港電台 國威香港電台資訊 聲哩 第一個聲哩 就是將原有的 所謂港台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府 簽的架構業員 聲哩變成一個躍將 由局長簽 變成由政務事司長簽 那就勝哩 第二個聲哩 原本有一個顧問 但不是行政長官委任的 現在整個顧問委員會 就是行政長官委任 有勝哩 日後有些報紙真的引用我 說聲哩 如果你不用這麼通俗 這麼潮的報紙不跟 所以我 人家說我學貫中心 我不是 我學貫新舊 知不知道 潮語都要吃 然後另一個潮語 就是超低能 這份報告 超低能 因為是一個弱智政府設計的 所謂公共港幌政策 是超低能 林海鋒 動得笑的時候 最喜歡用這個 超低能 有些年輕人 有時候做新聞工作 做一個編輯器的標題 他要對性和感性的合作 這條標題是2006年 我看見馬英九的時候 我送給他 就是因為當時大陸要送兩隻熊貓給同胸 統治 當時的政府 民進黨政府 就拒絕接受這兩隻熊貓 當然現在馬英九做了總統之後 那隻熊貓現在是泰巴士的問題 OK 大家很清楚 因為兩岸關係現在比較好一點 馬英九做總統之後 就收兩隻熊貓 那時候我就送了兩句說話 其實是一條新聞標題 不過我改動一下 送給馬英九 叫他轉贈給陳罪 轉贈給那些反對大陸熊貓 去荷灣的民進黨人 那兩句說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第一七十年代的中期 當時共產黨已經開始搞一些對外開放的事情 第一就是乒乓外交 打冰凳波 OK 口味打冰凳波 第二就是輸出的熊貓 在大陸打種 打不種也送給人 知道嗎 這個叫做熊貓外交 又叫做乒乓外交 他就送了兩隻熊貓給法國 在當時有一張快報的國際新聞 放在一個編輯叫王國昭 現在不知道是否在做 很久沒聽到的消息 他就做了一條新聞標題 那條主題就是 中共震發兩熊貓 中共震發兩熊貓 把大字標題 然後在前面這個大字標題 大家清楚了 這個就是 將新聞事實說出來 中共震發兩熊貓 將新聞事實說出來 但是他有立場 他對於中共震發兩熊貓 他有些看法 於是他就做了兩條引題 那兩條引題 第一條就是 畜生本無情 外婆身應過關重疾